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最新动态 特别是在中央银行行长潘弓胜上任以来的三大货币转向 中国人民银行正重塑金融监管结构 朝着习近平主席的金融超级大国梦想迈进 首先中国央行正在彻底改变货币工具的使用 转向价格型工具以取代过去的量化措施 这意在降低风险并提升资金流向的有效性 其次政策利率的锚也在调整 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利率走廊 以提升市场预期的准确性 最后中国央行开始实施新的国债交易 以管理流动性并稳定经济 这一行动标志着货币供应机制的重大变革 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到比亚迪暂停在墨西哥建厂计划的决定 这显示出在美国大选结果未明之前 企业对未来的谨慎态度 尽管市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但比亚迪仍希望在墨西哥建立一个高技术标准的工厂 这对他们的全球布局至关重要 最后 尽管中国服务业在夏季旅游高峰时期仍保持扩张 但8月的增长速度却出现放缓 并引发了裁员的担忧 这让我们看到当前经济面临的多重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本期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央行行长潘工胜上任后的货币政策转向 以及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在墨西哥工厂计划上的暂缓决策 我们还会分析最新的中国服务业活动指数数据 这些话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变革 也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一些重要动向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文章的背景 文章来源于南华早报 这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英文报纸 长期关注中国及亚洲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动态 在2023年7月 潘工胜接替易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上任第一年 他领导中国央行进行了三次重大货币政策转向 试图实现习近平主席将中国打造成金融超级大国的愿景 这三次转向分别涉及到货币工具的使用 政策利率的调整以及新的货币供给机制 首先 中国央行正在逐渐从传统的量化措施 如银行信贷转向使用价格型货币工具 这些工具包括逆回购利率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和收益率曲线控制 近年来 中国不再设置M2 广义货币供应量 新银行贷款或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目标 这一转变反映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快速变化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多轮刺激措施使市场流动性充裕 但也引发了风险暴露和流动性陷阱的担忧 到2023年7月底 M2从2008年底的47.5万亿元增至303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央行通过设计各种在贷款计划 试图优化现有的贷款结构 推动更多信贷流向科技部门 并控制资金流向陷入危机的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其次北京建立了一个利率走廊 范围在2.7%到0.35%之间 以帮助锚定市场预期 确保央行政策能够有效实施 过去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被广泛视为关键政策利率 每次MLF贷款的展期都可能引发央行的利率变动 然而潘弓胜在2023年6月表示 央行将更加重视短期利率 而不是一年期MLF 他还在考虑缩小利率走廊的范围 以改善货币政策传导 目前七天逆回购利率为1.7% 最后中国央行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国债交易 这是中国央行近20年来首次在公开市场进行国债交易 这一举措标志着从2002年至2014年 由外汇资金余额驱动的货币供给机制 逐渐转向依赖存款准备金率调整 中期借贷便利和日常公开市场操作的机制 尽管央行否认量化宽松 但这也引发了有关央行将扩大全其资产负债表的程度 以及如何抵制融资请求的疑问 接下来我们转向比亚迪的消息 比亚迪决定暂缓在墨西哥设立大型工厂的计划 主要原因是等待美国大选结果 这一决策反映了全球企业在面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时的观望态度 比亚迪原本在墨西哥考察了三个潜在的工厂地点 但目前已停止积极寻找 比亚迪希望先观察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之间的竞选结果 这场选举将于11月初举行 尽管比亚迪在声明中表示 公司并未推迟在墨西哥建厂的决定 但实际行动显示 全球政治局势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深远 墨西哥市场对比亚迪来说非常重要 墨西哥被视为外资汽车制造商的战略性着陆点 靠近美国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部分 特斯拉也计划在墨西哥北部建厂 但同样因等待美国大选结果而暂时搁置 美国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 这使得比亚迪等中国公司 不得不谨慎考量其全球布局策略 最后让我们看看最新的中国服务业活动指数 尽管夏季旅游高峰 中国服务业活动在8月放缓 这促使一些公司在成本上升的担忧下裁员 根据财新标普全球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该指数从7月的52.1下降至8月的51.6 虽然指数连续第20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 但活动增长放缓 新业务指数仍然高于50 表示自2023年1月开始的扩张 但比7月更缓慢 然而海外业务加快了 得益于海外客户对旅游业的兴趣 国务院发布了一项通知 旨在改善中国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包括放宽跨境人才流动和增强国际运输服务能力 然而这些新业务的增长并未转化为更多的就业机会 根据财新调查 8月的就业在7月上升后下降 裁员是由于辞职和为降低成本而进行的裁员 成本通胀率加速 而销售价格却在7个月来首次下降 竞争家具使服务提供商不得不降低价格 并提供折扣 综合来看 这些货币政策的调整 企业的全球布局策略 以及服务业活动的变化 反映出中国在面对内部经济调整 和外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时 所采取的策略和应对措施 感谢您收看本期六度解析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些重要话题 并在未来的节目中为您带来更多深入分析 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潘公盛上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第一年 确实是波澜壮阔的一年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转向价格型工具 我认为这是个明智之举 回想一下 过去依赖量化措施 市场流动性确实丰裕了 但风险也随之而来 这次转向价格型工具 如逆回购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使用 可以更精确地控制市场预期 稳定金融环境 你们想想这就像古代战争中拥有的是精良的弓箭 而不是一堆无用的石头 哈哈 楚天书 你说的确有道理 但这些货币政策的调整 真的能让中国成为金融超级大国吗 价格型工具确实精确 但如果市场信心不足 再精确的工具也无济于事 就像古代战场 你有再好的弓箭 如果士气低落 对手迎面而来 你还不是得跑 另外 这么短的时间内频繁调整 会不会让市场更不稳呢 这不就是瞎折头吗 琪琪 你这话真是幽默 但咱们说点事实 看看数据吧 到2023年7月底 中国的M2达到了303万亿元 高于美国的21万亿美元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金融体系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更重要的是 中国央行还引入了新的货币供应工具 购买短期国债并出售长期国债 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的重大突破 就像是一次投资界的春秋战国 谁能更好地利用资源 谁就能胜出 楚天说 你怎么总是把事情说得这么浪漫 确实 中国的M2数字很大 但这也带来了流动性陷阱和金融风险 如果资金流向不当 比如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那可是个大坑 你提到的国债交易确实是一个进步 但这也意味着中国央行要面临更大压力 管理这么庞大的资金 就像古代的诸葛亮 萤火虫再多也照亮布了整个战场 琪琪 你真是个段子手 不过你说到风险 我也不否认 但中国央行已经在控制这些风险了 北京建立了利率走廊 范围在2.7%到0.35%之间 这样可以更加灵活地锚定市场预期 而且七天逆回购利率承担了这一功能 这可是个大杀器啊 这就像是一把带有自动瞄准的弓箭 无论多远的目标都能一见命中 中国央行这次货币政策的调整 是在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 让大家知道央行是有能力 有决心来稳定市场的 楚天说 你这比喻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问题是 这么多政策调整 市场真的理解了吗 利率走廊范围从2.7%到0.35% 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究竟要锚定什么市场预期 市场信心不是说有就有的啊 这就像让不同级别的射手 用同一把弓箭 他们能打得准吗 而且 政策频繁变动 市场信心可能会更加脆弱 总的来说 中国央行的这些举措 可能更多的是在试验中前行 而不是以有成熟的战略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互相阿 询 episode